办事情无非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花小钱办大事 一种是花大钱办小事 道理谁都懂 但通常实际办事过程中 总想着这里省点那里省一点 这是我自己亲自踩的坑吧 先说花大钱办小事的案例 是我在海外经常会遇到 换奇迷迷的事情 其实这事呢 银行就能办 缺点就是手续费和汇率可能不妨算 优点是它安全 都是电子信号 从A到B就结束了 如果这个时候被骗子盯上了 说它刚好能换 而且汇率特别低 还没有手续费 那这个时候如果心动了 前面两笔呢 可能正常都没有问题 算下来也确实省了不少手续费 但是在第三笔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本金直接跟你坑走 所以说一定不能省小钱 有贪小便宜的心理 有些小钱是该花就得花 说说第二件事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案例 不会省任何一分钱 但是它有保障 无论在哪个国家 到卖房那一步 很多人基本就是经济出了问题 所有房子到查封内部 就是时间问题 一房多卖 在每个国家都有 在西方呢 很多人不怕打官司 因为效率极低 打官司的时间可能会拉到 两到三年 甚至更长 都很正常的 最难的就是执行 赢的官司呢 也无法执行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呢 就是花钱 让当地专业的人来办这个事情 成本是多一点 但是最主要的是保障 所以花小钱办大事 还是花大钱办小事 全凭自己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工具都抑制成本 我们的工具都抑制成本 其实我们这种工具都抑制成本 但是我们的工具都抑制成本